近日,高德联合达摩院推出推出车在AR导航,那么什么是AR导航呢? 事实上,该产品借助高德地图专业的交通大数据和车道及导航引擎,以及双方合作共建的图像识别AI技术能力,将真实的道路场景与虚拟的导航指引有机结合,给驾驶员带来更直观的实景导航体验。 该产品计划首批应用在智能后视镜上,做能力验证,后续重点将拓展制衣表盘,车机中控屏,以及和平式系统等更多使用场景,全对不同的展示菜体打磨最优的用户体验效果。 据悉,该产品也是国内首个真正落地的可多场景使用的车载AR导航,高德地图车载AR导航和在复杂路口处,进行清晰的方向指引,避免用户错误关键路口。 增强现实技术,是一种创新的交互方式,也给地图导航带来新的思路。 与传统地图导航不同的是,车载AR导航首先利用摄像头将前方道路的真实场景实施捕捉下来,再结合汽车当前定外,地图导航信息以及场景AR识别,进行融合计算,然后生成虚拟的导航指引模型,并叠加到真实道路上。 从而创建出更接近驾驶者真实适应的导航画面,大幅降低利用户对传统2D或3D电子地图的独图成本。 高德地图车在AR导航提供更直观,更及时的转弯指示和红绿灯,提醒高德地图相关产品负责人表示, 骑车在AR导航可以在多种驾车场景下指引用户做关键性动作。 距离来说,它可在道路上直观,的提示用户何处该转弯,何处需要提前变道并线, 以及在岔路口的复杂路况下做更清晰地方向指引,避免用户在高速行驶中因决策延误,而导致错过路口。 此外,高德地图车在AR导航还能够对过往车辆、行员、车道线、红绿灯位置以及颜色、线速排等周边环境, 进行智能的图像识别,从而为驾驶员提供跟车距离预警、压线预警、红绿灯监侧与提醒、 前车启动提醒、提前变道、提醒等一系列驾驶安全辅助。 给用户带来比传统地图导航更加精细、更加安全的服务体验。